到了此时 无论是谁都只因为陆尘安然出现而感到高兴 但却有些忘乎所以 并没有注意到 如今的陆尘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好接近 快速动作的是写道人和向南天 两人首先见到陆尘 虽然还没看清他的样貌 但陆尘身上流露出来的暴虐气息 立马让两人心生警照 笨蛋都安静下来 给老夫退回去 写道人甩出的爪影犹如一条天欠 与向南天同时将所有人击退 轰回到了陆尘身边 随后 两人想都不想退后数百米 不约而同的截起防御阵法 将庄文元等人挡在自己的身后 都别过去 这小子斜得很 沉稳如向南天 也不得不承认 如今的陆尘 很危险 写道人出气地收起了顽劣的笑脸 凝重点头道 这小子就是陆尘 好可怕的气势 说着 他回过头狠狠地瞪了蛋台笑虎一眼 慎重地提醒道 都安静吧 以他身边的法力火云 没有出窍期的修为休想尽身 压抑 天水宗 穷天宗 共五万余众修士 算上此前 与仙灵大陆 龙岩等人交战过后 损失的人手 也超过了五万 几乎没怎么死人 刚刚面对写道人和向南天 也只有震惊和惊恶 却不见得怎么惧怕 可是现在 那种打心眼 生起畏惧之色 瞬间占据了整个石海 恐怖 绝对的恐怖 来人的样貌 众人自然记得清清楚楚 可以前的陆尘 哪有这样的气势 好像一尊大神 站在他们的头顶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呜呼的声音继续响着 火势仍旧持续蔓延 无形之中 一股庞大的威压 正在全速的凝聚 砰砰砰的三声响 实力低下如原营中旗之辈 数席之内 离其的暴体而亡 这一下 全场数万修士 顿时惊呆了 漫天的斜雨还没成形 便在高空被陆尘 黑煞星火 尽数蒸成暗红色的气流 转而消散得无影无踪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望着那突然变得 无比伟岸的身影 所有人显入了恐惧与迷茫当中 修真者注重肉身与神石的同时修炼 实力强大者单单以气势压迫敌人 就能杀人于千里之外 无形之中 修炼的是 路尘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 那沸腾的火云当中 不仅仅有焚尽八荒的气势 更多的则是神石压迫 这绝非是路尘的本意 实在是当他看到那漫山遍野的森森白骨 以及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残垣败尽 整个人下意识地进入到 杀神禁地的领域状态之下 这也是写道人和向南天 及时出手挡住庄文元等人的目的 如今的路尘 不可靠近 屠雄 上雄 路尘紧咬牙关 嗓子眼里发出 蕴藏着无比的怒火 低沉的咆哮出声 如同来自久忧所命的厉鬼 恶狠狠地瞪着两人 看到路尘 上雄与屠雄既喜又惊 喜的是 自己的做法终于将路尘 引了出来 尚雄可以抢回景家宝藏 屠雄能够为三个儿子报仇 顺便取得仙气 可惊的是 陆尘 陆尘所展现出来的霸道与强势 在他出现的一刹那 也让两人如入万丈深渊般难受 那恐怖的祸事 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本身境界应有的实力 难道他在碎星河中经历了某种奇遇不成 尚雄屠雄二人对视一眼 不由有些自嘲 心到自己二人居然被一个后辈的小子吓得连出手的念头都忘记了 回去还怎么做人 想到这里 尚雄冷冷一笑站出威胁道 陆尘 你终于肯现身了 交出景家宝藏 跟我等离开 老夫保证绝不伤害这里的任何一人 霸道如尚雄道人 此时都没有发现 自己隐约间被陆尘的气势惊吓得 隐隐有着服软之意 就连言辞也不再显得犀利与霸道 陆尘 你杀了我屠家三子 今天老夫要娶你元英 让你勇士不得超生 狐雄同样踏出愤恨的贺道 尚雄文言 下意识瞪了狐雄一眼 按道这老东西不识实物 的确自己一方的人手众多 要图进在场所有人等并非难事 可但是 陆尘也不差呀 就论到现在的气势 怕是与自己都不相上下 真要是打起来 还不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狐雄怎会顾及尚穷的目光 说到底陆尘杀了自己三个爱子 这个仇不报不行 现场的气氛骤然变得无比沉重 一些实力低位的修士 感觉到喘息都有些困难 陆尘的气息实力太强 强到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步 他凝望着二人 沉默不语 森冷的毛子透出两道寒光 在那数万来犯修士 与山野中的横尸之间扫尸着 那山野某处 陆尘看到了福家三兄弟尸体 暴露在尸山之上 那熟悉的面孔 以及空洞的眼神 告诉了陆尘 他们的原因已被人夺去 只有肉身尚存 福家三兄弟 虽然与自己没有过命的交情 一直为自己的仆人 但那十几年来 三人算得上尽忠职守 另一面 洛义只剩下一手一脚的尸体 被抛在杂草丛中 一些曾经在萌芽谷 并肩作战过的修士 陆尘的记忆中 仍能找到以往的影像 现在却天人永隔 陆尘可以想象 在自己回来之前 那场大战有多惨烈 回眸的同时 陆尘又看到了身负重伤的龙颜 满身嗜血的圆猛 甚至他没有发现 陈曲的影子 连陈老爷死了 陆尘心中没来由的一通 辞续骤然回到了三途河下的情景 那三日受剑之恩仍旧历历在目 该死 全都该死 全都该死 咆哮声 渐渐变大 惊奇火云滔天 旋即一道道 低沉的闷雷 响彻云霄 上穷 土雄 还有所有人 都该死 惊怒中 数万修士 眼睁睁的看着陆尘的气势 再度攀升了起来 那雄壮的胸肌撑破了上半身的黑袍 露出坚实 幽黑的胸膛 漆黑的双目 迸发出腰裔胸残的黑芒 惊怒的情绪 影响了陆尘的心智 他从来没有比今天更气愤过 实力强又怎么样 黄极星霸主又如何 难道这样就可以为所欲为 难道这样就可以想杀谁就杀谁 还真把我陆尘当成软狮子了 滔天的怒意 让陆尘的神情迅速变得猙獰 陆尘仿佛感觉到 自己体内奔勇的法力 纷纷化为已知之穷凶极恶的煞魔 拥挤着 就要喷出自己的脑壳 万千煞魔的咆哮声 在耳边充斥着满是杀意的怒吼 杀 杀 杀 四季的气氛下 陆尘笑了 那猙獰的笑意仿佛被束缚了万万载的魔头 一招得以被释放出来 揣夺着一股极度愤恨与残忍的杀意 难吧 属下在 修为精深并不弱于在场任何一个人的拦霸 感受到陆尘的杀意轰然站出 陆尘轻轻抬起右手伸出一根手指 指了指对方五万余众修饰 很生的 给我把这些人围起来 有一人逃走 拿你试问 嗯 陆尘的声音不大 但每一个人都听在耳中 写道人语 向南天皱了皱眉 不由看向对方 原本二人以为陆尘回来 又比传说中的实力提升了许多 此次的事 应该会暂时到此为止 没想到 陆尘居然大放豪言 让带来的九人将对方五万修饰为主 这算什么 是小看对方 还是太过自大了 又或是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那毕竟是五万多修饰啊 就算血心动南天宗清朝而出 也未必能胜得了对方 向玉兰站在铁山身边 听到陆尘的话 同样有些不悦 按道 这人怎么不知道建好就收呢 人家那么多人 居然扬言让九个人围住 对方数以万计的高手 没错 你带来的人的确不弱 都有出窍期修为 但那又怎么样啊 没看到对方也有不少出窍高手吗 寻思着 向玉兰只是在心里乱想了一气 对陆尘的狂妄有些看不过眼 但又不想因此与铁山之间产生芥蒂 想了想 小生对铁山道 夫君 天使宗穷天宗的人太多了 最弱的都是原因中后期 不如玉兰让爹爹做个合适佬 先将敌人劝退 再做打算吧 否则真要打起来 先不说能不能击退敌人 有几个能活下来的都很难说呀 向玉兰的心地也算不错 关键是因为铁山的缘故 用词比较委婉 但铁山听完 想都不想就摇了摇头 叹道 不行 老五虽然是我们小队中最小的一个 但他的性子 我最了解 只要他决定的事 没有人能够左右得了 庄文元听到两人的低语 转过头来 他不是铁山 听不出像玉兰话中隐隐的不悦 便不悦道 老大做事 一想都有分寸 既然他决定就有他的道理 谁说一人不能敌外 我看老大就能 这句话说的 算是有些盲目崇拜的意思了 众人一个个的转过身 压抑的看着庄文元 个人的表情可谓一彩分成 错综复杂 但台校虎左右看了一眼 突然从人群中走出 默默不语的 便要掠去陆臣的身边 邪道人眼急手快的将他拦了下来 恶狠狠道 傻逗你 你要干什么 去帮忙 但台校虎对陆臣的盲目崇拜 比庄文元有过之无不及 说好听的是崇拜 说难听点 叫做愚忠 邪道人听着 心里那个气啊 背着战场中央 便是一记暴力 拍在蛋台校虎的脑袋上 骂道 你是啥还是吃 也不看看自己分量 就凭你去帮忙 一万个你都不够死的 训完一通 邪道人瞪着蛋台校虎道 给我老实待着 陆臣的实力不弱 虽然他的话狂妄了一点 但还是能撑上一会儿 最不尽 老夫答应你 到时带所有人离开 哼 老夫的邪顶大法 虽然不能无敌于外献瑜 但要带几个人走 还是没问题的 字里行间的 邪道人对陆臣的话 当然不相信 向南天从来都是沉稳之辈 借着邪道人的话 围头看了几人一眼 玄界对庄文员 铁山几人说道 邪道有的话没错 希望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大战一旦展开 寻常修士 根本不可能撑上半盏茶的时间 向某敬佩大家的情意 但须知道 你们的加入 也许会给陆臣带来负担 也说不定 众人听着 点了点头 而向南天的目光 却是有意无意的 看了看了臣 他明白 眼前天要福 百炼门这些后起之秀的眼中 对陆臣有绝对的信任 自己的话也许不会有多大用处 现在 唯一能够劝住众人的 恐怕只有了臣了 老臣 修为不高 敬过一串很厉害的光芒 他的嘴角勾起 似乎已经下了重大的决定 其实 在辽臣的心里 还有话没说 也不能说 那便是 小子 小子 以一敌万 让我看看大眼仙爵 究竟有多厉害吧 嗯 众人听到了臣的话 并没有因此而觉得 为人师者的不负责任 相反 在那双深邃的毛子中 读出了某种信任的味道 邪道人和向南天对视一眼 不禁苦涩一笑 心道 这师徒二人 莫非是疯子不成 浓密的乌云翻滚了起来 渐渐有着浩大的声势 此时此刻 蓝霸无所顾及的飞身而起 并不如何急切 于蓝殿霸王龙一族共九人 分而九个方位 将那树里地狱围拢了起来 现场的形势看上去 让人有种啼笑皆非之感 想想也会明白 九个人去围住五万人 会是何等异样的景象 上穷 徒雄两人面面相去 片刻的惊恶之后 不由放声狂笑了起来 徒雄道 我倒是没看出来 你陆臣不仅会跑 说大话的本领也不小啊 死言一出 天水穷天二宗弟子 哄堂大笑 大声起哄 喊了出来